我快速地在这边做一遍 可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讲这边 这边绝对可以做出来 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把居住县市证明 什么叫证明 比如说请问你有这个市吗 有这样子的台北市吗 如果我这边我要放的是人口数 我是不是要对应到另外一张资料表 叫做什么 区域别 区域别里面 区域别里面可以找到台北市吗 它找到是这种台 所以到时候是会产生不正常情形 所以怎么样去做修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各位应该有印象吧 一口气把四个台开头的县市直接更改为大写的台 所以这个叫做居住县市二好了 居住县市二等于什么呢 我们 居住县市 verdad 건 我们的居住县市 取出一个字 如果这个字等于 台 我就要改成大写的台 and 右边取出两个字 右边取出居住县市的两个字 接在一起 否则我们就放什么居住县市 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台北市改成台北市了 台南市改成台南市了 然后 台东市 台中市 我想这样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应该有印象吗 这个资料 好吧 那请你们也快速动手做一下